谢谢大家今天来听这个 分享吧 主题是关于机器学习自动化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AutoML 自动化机器学习AutoML 我主要讲 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的 应用背景 为什么发展起来的 以及现在的技术方向 这个讲座实际上是我们一系列的讲座 中的一个 具体到AutoML这一部分呢 我们实际上分成了两节课 今天这个应该是算作我们这个AutoML简史的一部分 之后呢我们还会有 后续还会有 一次讲座就是更深入的去讲 具体的里头的算法 那个算法会涉及到很多神经网络 训练的细节和增强学习 的一些技术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些 就是特别是关于深度学习的AutoML的一些 核心技术 这我们在下一次会讲到 除此之外呢 我们其实还 在这个系列中还会涉及到其他一些东西 比如有一些 更面向业务性的就是怎么应用 把具体的AutoML技术在一些 比较复杂的情景下怎么应用的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 其实跟AutoML本身关系并不一定很大 但是呢 就是 现在 大家在 深度学习 这个领域 特别关注的一些应用场景 我们会介绍这方面的算法以及技术的发展 具体 主要是时序 时序分析 还有智能机视觉方面的东西 还有就是在线 比如在线的那些CTR或者推荐系统 这方面的技术 当然 因为我们这 我们有一些开发 AI平台方面的经验 所以我们也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技术 技术工程方面的一些 一些经验吧 好介绍一下背景 刚才 简单介绍过了 但是我再说一下吧 就是我 我之前主要是在美国并 负责广告相关度算法 大家知道 对于 搜索广告平台 相关的算法其实是最核心的 是 决定这个广告平台收 收入的最核心的一个 技术 另外呢 之后还管理过 法国意大利的本地搜索业务 都是病的 都是美国 都是微软病的 法国意大利搜索业务 还有 负责过餐饮搜索业务 以及 在我在 微软病之后的工作是 负责地图技术搜索业务 好 那我 那我 我刚才其实第一页换端中有提到 我们本身 就是 因为我是公司的CTO嘛 我们本身也开发了一个 自动化技术学习平台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对这个领域是有所了解的 因为我们大概 相当于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 大概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了 呃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平台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呃 奥特曼的价值 从这个页面你就能看到 就是要比你自己去写程序 来做这件事情容易很多 一切都可以通过交互式的方式来做 好 那我们就 讨论具体内容了 呃 其实一切都是因为 人工智能技术现在发展太过于复杂了 呃 当企业或者 或者 不是学习 数据科学这个领域 或自己学习的人 想真正用它的时候 他面临的挑战太多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他面临第一个挑战就是 他会招不到人 呃这个对于当然对我们 这些有机器学习背景 想从事数据科学的人 是一个好事 但是对于企业而言 呃 这之前的几年大概 招聘的 这方面职位的数量 是呈现一个快速增长的方式 呃 之前的不到四年的时间内 按这个按根据他们的分析 呃增长了大概 是增长了四倍 这个对于 这是在美国统计数据所以 对于美国这样稳定的一个 一个 一个经济系统 这个增长速度已经是非常惊人的 呃市场 而这样短期内的快速增长 市场是不可能提供足够数量有经验的 数据科学家 或者有机器学背景的研究人员 而且这只是人工智能发展 刚刚开始 大部分企业如果你真正去接触的话 绝大部分企业 呃哪怕是 产值 上亿美元的 不是上百亿美元 上千亿美元的企业 大部分都没有完全没有使用人工智能的技术 像我们知道其实很多 跨国公司 呃 世界500项公司 他们的东西 很多甚至没有到 就是说 完全信息化 或者大数据 这方面层面还没有到达 所以离人工智能还差的很远 所以这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现在我们就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了 那么未来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是 因为机器学习本身 技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是说这个研发过程 呃 正因为如此呢 所以我们一般把机器学习的研发过程改 是做一种迭代式的改进来做的 就是我们不要求一次做到位 而是 从开始收集数据到 人工去做这些特征 然后特征选择 然后调参建模 这个过程之后发现模型效果不够好 然后再 再 回去 一点点每个地方进行改进 然后这样反复迭代 一个迭代周期 几周到几个月 时间 都很都很正常 所以一个项目一般下来 几个月到半年 甚至一年时间都很正常 但关键是说 谁也不知道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谁也不知道 我这个项目 还要花多长时间 能达到我满意的 就是 事后实际应用场景 需要的这个精度 谁也不知道 所以只能这样不断迭代式的改进 这就是特不确定性 对于企业而言 这就是 非常高的 成本和风险 这风险具体高到什么程度呢 这是Gartner 今年发布的 基于2017年的统计 60%的工业界的人工智能项目 最后是失败的 大概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说 这个项目到最后 精度也没达到效果 也没达到要求 是放弃了 另一方面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 工程实施方面的 过于复杂 最后 因为团队经验不够丰富 反复做反复做 这事根本就 无法推广起来 所以 在经过 几个月 一年的投资之后 那个企业决定不再往这里投资了 就说 知道自己的团队 没这个能力来做 就放弃了 60%的项目是这样结束的 那么 要改变这个东西 最基本的手段就是自动化 把自动化可以把所有 可以使这个迭代周期大大提高 可以使 使你 通过一个自动化的平台可以比较可靠的判断说这个项目是不是可行 那是 什么到底什么是automal呢 我们说自动化到底什么呢 这是2014年 ICML就是 集体学习国际会议 他得给出的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非常宽泛 也正于定义 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技术都宣称自己是automal 这个定义的如果翻译过来的 它的意思是说 任何 把集体学习中的某一个步骤 自动化的 技术都算做automal 所以就是你可以改进大的东西 你可以改进小的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很多 很多技术都是改进一些 一些 一小部分 就是这个过程很复杂 但是我没法把事情全部自动化 但是我把其中一小部分自动化 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也可以叫做automal技术 当然这种就这样的方式也是有价值的 因为确实是某一些 东西变得自动化 使你 节省时间 节省工作量 所以呢 如果你说 现在主 主要的那些automal技术呢 这是我做出一个总结 大部分其实还是在美国或加拿大 这个区 有一小部分开源的技术呢 是在欧洲 但是大部分技术 但是国内也有一些 信心的创业公司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oneclicka呢 就是我 做我在的这个公司 我们是在总部在西雅图 同时已经在中国南京落地 就是我们是两边同时运作的 好 另外呢 学术界其实对automal 这件事不管是工业界在关注 学术界也已经开始关注了 其实从 刚才提到14年的时候 ICML这个最顶级的 国际机器学习会议 就已经开始 专门的 automal的workshop了 就专门的 分会场来讨论这些 在 今年我随便 找了一下 大概 我找到 就是说最近一年这个时间范围内 大概有这么六个 专门的分会场 workshop 就是这些会议中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国内南京也会有一个经验 另外你看用户的接受程度 其实能看到就是automal确实 刚刚新起的技术 在 17年年中之前 基本上没有搜索量的 可能 偶然会有 几个人搜一下 然后之后 呈现一个逐渐上涨的趋势 这个 这种趋势一般是在一个技术 一个新兴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 情况 然后它会逐渐慢慢呈现一个加速状态 这里你看到有几个 尖峰 这几个尖峰的原因 基本上是跟谷歌 几次 就是几次产品发布会 在这产品发布会上他们 提前讲 他们之后要发布跟automal 有个恩的技术 然后他们非常看好这个技术方向 是这样几个发布会带动了一个搜索的尖峰 谷歌的在这方面的影响力 还是挺大的 我待会也会提到谷歌的产品 好 那我就把automal的技术的分成两大类 然后 分别讲一下 这两大类呢 一个是就是基于深度学习的 还是一个非深度学习的 我这里讲的机器学习的automal 就是指的非深度学习的那部分 实际上是传统的机器学习 的automal 就是传统的机器学习大概我们可以把它核心的建模部分 分成这样四步吧 这个你其实 其实有很多细节的步骤吧 你可以很多不同方式进行划分 我只是帮助大家过一下理性思路 数据清洗 比如像缺失值啊 或者异常值 把这些东西如何处理 检测数据中的数据类型 还有像文本啊 肯定是有设计编码呀 还有数据要分成训练数据 验证数据 测试数据 这些过程 这是前端数据清洗的过程 就是使得适合我们后的机器学习算法 然后特征提取这块呢 我们都要从原始的信息 原始数据中 提取出特征 这样的话方便后续的模型 特别传统机器学习模型 本质上讲 它只能处理数据特征 那么其他特征都必须 把它们经过变化 变成数值特征 特征提取本身是一个 增微的过程 就是说会是你原来 比如只有10个特征 现在可能会 在经过特征提取之后 会变成几百个上千 甚至上万个特征 但是当你特征数量太多的时候呢 传统的算法大部分都会失效 因为它很难从大量 噪音的特征中 找出那些关键的特征 所以呢 我们还经常会有一个降微的过程 不外乎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了 但其实 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投影 把它从一个高位空间 投影到一个低位空间 或者是说 直接去判断 某些特征 值得把零用某些特征给删掉 然后最后 最后一步呢 我们要去选择用什么样的模型来处理这个 这个数据 然后 这个模型 普遍都会有很多超参数 我们要去选择这些参数 这个模型的选择 参数的选择 也是至关重要的 参数选择 如果选择错了 你的模型效果就不好 然后最后才是试炼过程 这些步骤 每一步骤其实都是可以自动化的 但是呢 大部分的 自动化机器学习 其实选择自动化的是 后头这块 最后这个步骤 也就是模型的选择和参数的选择 我一个一个讲一下 这些步骤自动化都可以做什么事情 比如前的 比如前的第一部分数据清洗的部分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包括后续的特征工程什么的 都是要判断说我前的数据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数据 没有没有这个做基础的话 你后头的特征工程其实都很难做 嗯 所以呢 这个我现在用的这个图是有一个平台 他定义的图 这个平台其实在这部分 并不是自动化的 只不过他是把 他这个图很好的把 常见的 不同的输入数据 就是机制学习用的不同输入数据 都展现在这里了 根据这些数据的 性质 类型 形态 我们后头才能定义不同的特征提取 比如你是个ID 我应该怎么特征提取 你是个电话号码 我应该怎么提取 或者你是 如果是个地址 我应该怎么提取你的特征 这些都是跟他数据类型有关的 如果地址如果只是当成一个普通的文字 那么提取的特征 可就肯定不如知道他是一个地址的情况下 把它分成 根据那个行政结构进行划分之后 拿到的信息更加有效 所以这个推断自动推断数据类型其实是挺重要的一步 有的平台在做 有的平台没做 而且就是做的情况 就是做的深入程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还有一些最更基本的就是你比如我要判断 这一列数据 它到底是 类别数据还是数值数据 因为同样可能数字的形式12345 但是 如果你判断错了 那么你拿到 信息 或者说这一列在你 在你模型训练时候的表达形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对模型训练的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类似的就是比如文本 那么文本的东西有可能是 就是类别信息 category feature 也有可能是 文字信息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进行判断的 一旦你判断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特征提取了 这些特征提取 可以做 有很多很多特征可以预先定义 对于所有这些系统而言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 或者 自动化的算法 其实不能做到去给你写代码了 所以所有这些功能 这些特征 提取功能的 算法逻辑都是预先写好的 但是 他的平台如果他做自动化特征工程呢 他所需要做的一个关键事情是决定什么时候使用哪个特征 而不是把所有的特征都用上 比如临续特征我可以做这些简单的数值变换 也可以做这种规一化 就是把把临续数值重新调整到 一个特定的职域范围内 也有可能是说 我要把连续数值变成离散特征 变成类别特征 还有很多这种变化的方法 离散特征一样 我可以生成他每个特征的统计量 或者是 采用某种特定的编码方式 根据标注编码 或者只是简单的把它转化成一个 一个ID 从零开始的一个序列号 这都是 这不同的方法 对于不同的算法 不同的模型 是有不同的效果的 就是说 并不是说 给定了这个数据 某一个方法就一定是最好的 而是你要确保 你做的特征提取和后头之后将使用的模型 能配合 这样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这个其实很关键的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这些 automail其实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文本方面的这个我只是举个例子 这是从 我们自己的平台 在oneclick and add的平台中 举出了一小部分 就是我这输入中有一列是文本 是自然语言 那么 当我判断它是自然语言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能做什么特征提取呢 其实这样做的事就很多了 比如说我首先要判断它的语言到底是什么 中文还是英文 其实整个东亚文字和 其他文字的区别在于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空格 其他语言基本上都有空格 没有 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中文分词 分词之后其实中文大家很少做这事 但是中文其实要错别字 错别字 对错别字的出现很大程度是随机的 然后它对你后头的识别全都会有有影响 所以我们错别字的纠错也会做 然后 然后那里的名词的识别 就是 有时候可能叫关键词的识别 会把你识别出来 比如常见的人名啊 地名呀 还有 企业名称 还有这类的实体名称 这样你知道它是一个整体 然后 这个一旦分词完成之后 就是你知道哪个词是哪个词 是基本的 表达一个基本概念的单元之后 你就可以用 后头的一些传统技术了 比如那个 TFIDF啊 或者是 onehot onehot其实在这里就是 就是 by golf words 就是 哪些词出现 哪些词没出现 然后词相量 是 和hot的 句子相量 段落相量 其实都是 来自于现在10年网络的技术 现在深度学习 用词相量的方式 或者句子 段落相量的方式来表达 这些 文字的语义 而且可以通过大量 没有标注的文本进行训练 获得这个信息 所以这样的技术 我们也会应用到 传统机器学习中 对于英文相对简单一些 但是 因为主要是分词简单了 但是英文其实也需要做拼写纠错 然后也需要识别 尸体的尸体的名字 然后 甚至还需要做一些短语识别 这样的话可以把 把 相关的东西 聚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 其实会大大减少噪音 同时我这其实 我这最后一项呢 说Ngram 这块其实主要指的什么情况呢 你比如 比如你有一个产品的名称 虽然它也是文字 但是 它的意义其实不在于 你通过语语去理解它 至于我这里说的 用的哪个具体词 其实不重要 关键是这里 出现的词都是什么 品牌 型号 比如颜色 还有一些 那个产品的一些特性 这是一般出现在产品名称里的 这种东西我叫它有结构化文本 这种东西把它转 转成Ngram 然后做万号的incoding 效果会是最好的 而前的这些对于自然语言处理 效果比较好的方式 在这一般都不会有 很好的作用 因为它丢失了关键信息 但是 同样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系统要去 如果你要把这个过程自动化 那么系统要 每一步都要做判断 什么样的特征表达方式更好 这个到底是什么语言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动化的 就是这是它 做automile 比你手工作要 调整难度大得多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这些分支的地方 都是要进行预测的 另外呢 像这个 让automile 来做特征工程 更复杂的一个地方 在于 你有交叉特征 你比如有两个文 你有多个文本列 那么我可以计算文本 两列文本之间的相似度 或者 集合 那个词 词是否出 把词当作一个 元素 那么我考察 它们集合之间的关系 我也可以 刚才说的词项链 我也可以用词项链来表达它们的差异 还有一些模糊算法 进行模糊匹配 或者严格的字不转匹配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那么 那么就涉及到一个组合问题 到底把哪个列和哪一列进行组合来计算哪些特征呢 对于数值也是这样的 数值的话 我可以进行各种数学操作 然后 可以把几列合在一起做数学操作 其实我这只是两列 我还可以三列四列 那么 就面临 你就面临一个组合爆炸的问题 当你有的数据其实列数非常之多 特别是 这些特征 这些特征的交叉 我们是 可以反复做的 就是说我可以先把 我可以先把文本处理成数字 然后再 变成数值特征了 数值特征上面我又可以做 所以这个经过几轮处理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特征数量变得非常之大 那么 需要有一些技术来 来控制你说什么时候停下来 以及哪些我不应该做 哪些可以做 这是他的挑战难度 特征选择降维 这块就是 简单的罗列了几个技术 这些这块是都是比较标准的技术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 太多需要强调的东西 主要就是说 可能有 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降维呢 很多时候是说 去把你这里已经生成的特征中的一部分 经常是大部分给去掉 而其他的方式呢 都是通过算法进行投影 都是把你的 比如一千个不同的维度的数据 也就是一千个不同的特征数据 比如直接投影到只有十个特征上 这也都有一系列的算法 这块其实反倒对 因为这些算法都比较成熟 都是 一致的技术 所以 对于automile来说呢 倒没有太多的挑战 所以 然后到模型选择 条3这块 绝大部分平台都是采用这两个策略 就是模型选择 就是暴力的 因为传统的 传统技术算法数量 还是相对有限的 我是说主流的算法 而且 所有的 基本上所有的平台在做传统技术学机的时候 使用的都是比较开 那些开源的算法 也就是说 或者说是 Python和R 支持的这些算法 因为这样的话 工程开发会比较简单 另外超三数的选择这块呢 有一些现成的基础 所以大部分都是基于这些技术 其实最大部分是基于网格搜索随机搜索 来定的超三数 然后是有少量的平台是基于贝斯优化来做的 因为贝斯优化 稍麻烦一些 所以刚才我们其实提到呢 就是说 自动化 其实主要在做两大类事情 一类是 特征工程的自动化 一类是后头 超三数 模型选择超三调节自动化 这两块 特征工程的自动化 做的好与坏 或者做没做 或者程度多少 基本决定了这个平台能处理什么样的数据 就是 他只能 最做的 比较弱的呢 他只能处理纯粹的结构化数据 也就是数值和类别 或者叫联系数值和离散 离散数值都可以 而做的比较好就可以处理图像文字 或者甚至所有这些数据的混合体都可以做 另外一方面就是 模型选择这块呢 你可以 就会限制你 就会限制你什么呢 就是说主要两个效果吧 一方面是他搜索 是不是能找到最好的参数 另一方面搜索 为了找到最好的参数 他要 训练多少个模型 这样的话 或许你等待时间差异非常之大 按照这个 所以我们 我把 按照这两个方向 我把现有的 主要的平台和技术都放在这里 这里有开源的技术 也有商业产品 基本上越左侧 是越落后的技术 越右侧是越好技术 然后越下面是越落后的 越上面是越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里 绝大部分东西都是以 结构化数据为主 它只能数据结构化数据 然后只使用简单的网格随机搜索 这绝大部分平台和开源技术 都处在这个区域 国内的 国内的现有的这种 automail的平台 也都在这个区 反 反倒是有一些开源的 在这方面相对先进一些 它们能采用的 Base优化 但是 OneClick AI 是唯一 既采用了 既对特征工程有一个非常全面的支持 但是 采用了比较好的优化技术 其实我们使用的 不光是Base优化 这个我待会后面会提到 所以在这里我们平台 读书一纸 不好意思 另外呢我刚才 刚才讲这块automail的时候 我是集中在他的算法建模这块的 但其实automail的不管是做这些 他 因为既然是自动化嘛 我对很多 技术方面的工作也要自动化 我对数据的导入可以自动化 各种数据格式的处理 集成这些都可以 自动化 然后还有部署 模型就是说你一旦训练好模型之后 你要使用这个模型 怎么使用 我要生成API 可以实时访问 我要保证模型 不会因为机器 因为一台机器损坏 而是模型就 不能使用了 然后 当我使用的用户 突然 快速增长的时候 一台机器助力不了 多台机器要自动的去处理这个模型 这些东西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去开发的话 本身也是功能量非常大的 所以 这里有些平台 以及我们的oneclickAI平台 都自动来处理这件事情 这部分是纯粹工程的事情 但是 是你实际做 AI项目的时候必然要做的一步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下面我们讲一下那个深度学习怎么自动化 这块其实更有意思 但是这块呢 就是说因为我这更多的是一个综述 更多的算法细节 其实会在下一讲里提到 深度学习的框架其实和 刚才机器学习的这个学习框架 其实很相似 唯一不同的 就是说因为深度学习使用 复杂的神经网络 而我们认为神经网络可以很好地表达各种复杂的数据 它可以自动的做很多特征工程 所以我们对特征工程的复杂度的依赖就大大下降了 我们一般特征 一般如果手工做的时候 特征工程就做的比较简单了 特征工程的目的就变成了怎么 用数字来表达这个数据 而不是说去提取它的特征 所以前的数据清洗这块其实差不多 不会太大差异 所以后头呢主要目的是把这个 清洗过之后的数据 转换成神经网络可以作为神经网络输入的这样一个编码形式 所以主要是一个编码的转换 但是转换完成之后 关键步骤来了 就是说 你要对这个模型的结构进行设计 然后才是训练的问题 大家 大部分人 就是如果你没有在 没有自己做深度学习方面的研究 和这些算法的开发 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深度学习 或者神经网络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 有一些数据从进入一层输入 然后再输出到下一层 这样一层一层往下传 最后产生输出 这种线性的 这个结构 我是说这个结构是线性的 因为它是从左到右一直传 一直过来的 这个线性的结构呢 是大家习惯的传统神经网络的结构 但是现在神经网络 早就 不再是这样简单的了 一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这个例子 也不是最复杂的了 只是一个挺典型的例子 这是这个DanceNet 是现在 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 图像 分类的一个算法 你看 它 按照 虽然我这里是 还是把它们串成了一个线性的 结构 但是 除了这个 这个组 这个结构以外 你会发现 它有大量的输出是 直接跳的 从一个 它一个地方的输出 直接跳到后面 作为后面的输入 它不再是真的线性的了 就是你想把它用 划成刚才那样线性的表达 划不出来的 所以这会有很多 这种曲线 这样 从后的直接跳到前面 现在神经网络其实很多还要比这个复杂的 因为这个其实只是 图像分类嘛 就只有一张图片作为输入 产生一个输出 所以它这个问题的形式本身是简单的 所以这块并没有显得太过于复杂 但其实你碰上真实的数据中 你比如我图像文字数字混合在一起作为输入 那你这个神经网络结构会更加复杂 所以 对于神经网络而言 其关键就是说你怎么设计这个神经网络结构 就成为关键问题 设计神经网络结构 这个方面的技术 在奥特曼奥里基本上 现在普遍大家都管的 叫做 这个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就是神经 叫 中文怎么说呢 神经网络结构搜索 一般就叫ness 这个大体结构我总结了一下 就是从不同的算法 画成我这个图 就是说它的核心是有一个东西叫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的职责 就是说我去生成一个合理的合法的神经网络结构 这个神经网络结构是说我这个结构肯定是可以 在你的数据上运行 但是并不保证说效果一定好 效果 它的运行效果是我在这个训练过程中不断要改进的 一旦我生成了我第一个神经网络结构 我就把这个结构在真实的训练数据上 进行训练 训练好之后呢 我在单独的验证数据上进行验证模型的好坏 在验证的时候我会 根据用户指定的这个 指标我会进行计算 计算出这个指标之后呢 我把这个指标返回给控制器 告诉他 你刚才设计的这个模型 做出来指标是多少 指标越大 那么肯定越好 指标越 这个取决于什么指标了 就是 他控制器呢 会根据这个反馈的数字 记住一个数字嘛 就是说在整个验证 验证集上算出来的一个数字 根据这个数字 他会对你的神经网络做调整 然后产生新的模型 当他调整向好的方向调整的时候 就会看到 这个新的模型的指标会变好 如果调的不好的时候 新的模型的指标就会变差 这样的话 控制器就有一个反馈机制 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学习了 控制器 是很明显是整个这个 这个方案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所以控制器大概有两类方法来做 一类呢是生成减值算法 就是 你把这个过程分成两步 一个是你定 定义下所有的可能的模型 你按照某一种预定义的顺序进行变利 也不一定完全预定义啊 你可以 你可以动态的改变顺序 但是你按照一个既定的策略 来变利所有这些模型 然后呢使用另外一个算法 去判断 一般是RN 使用另外一个算法来判断说 我设计的这个模型是好与不好 嗯 所以这个时候关键呢 就是说就变成了 如何 训练一个模型 来判断说我这个 就是训练一个神经网络 来判断说我现在产生这个设计方案 到底效果会怎么样 这个 之所以要这么做呢 就是说因为刚才 你看刚才这个图里 我所有的设计设计好的神经网络结构 都要经过训练 然后才能验证 这两个步骤对于很多问题会变得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就是快的你可能几分几个小时几分钟训练完 慢的可能要几天的时间 那么 当你必须从事要尝试成千上万的不同的算法的时候 那么这个训练过程你是负担不起的 时间上你也耽误不起 所以他们想通过一个产生用一个比较快的算法 来直接估计说这个模型效果如何 其实当你人在手工设计算法的时候 你也在做这个判断 所以你人会淘汰大量 你觉得很差的算法 不太可能不太可行的东西 这个简直算法在这就起到这个作用 他把大量的分支都去掉之后 那么你的搜索空间就会变小 就可以在比较有限的时间内找到一些 你认为比较可行的算法 然后这些 只有这些算法 你才去真正进行尝试 这是使用生成简直算法的方法 另一个思路呢是直接使用增强学习 增强学习可以拿把刚才 刚才我们提到每个模型训练好之后 都会产生一个反馈的数值 增强学习可以直接看这个反馈数值 来更新它的内部结构 内部参数 这样它就可以生成不同的模型 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直接做的方式 就是你不用把人为的拆成 生成和简介这两个步骤 这将学习全都自动的 一起管了 具体的这两个算法 的一些现有的技术 最新的研究方向 我在另一讲是会单独讲的 单独来具体的描述的 这里呢我简单总结一下 现有的 大家能用的技术和产品 我是这样把他们这些分类的 就是说 两种方式 一种呢是说 你这个平台你这个技术 能处理什么样的数据 你是只能处理图像问题 还是能处理其他的问题 就是因为深度学习 其实并不管是 大家用它处理图像问题 处理的比较多 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只能处理图像 而且其实在很多别的问题上 它都 相对于传统算法有 有提高 而且有很明显的优势 比如自然语言这块 就是处理文字 时序 在这些问题上深度学习都有明显的优势 然后另外就是说 另外一方面我们考察这些 现有的技术呢 是通过 说它的算法是真的使用 刚才我描述那些方式进行设计的 还是说 它只是预定义了一些简单的算法 你想如果我只处理图像问题 我就真的可以 只是预定义几个算法 然后去尝试一下就好了 从技术的角度讲 从用户角度讲 我仍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automail平台 可以帮你自动来产生做图像分类 所以 所以同样是automail 同样是知识深度学习 大家 在技术层面上差异其实蛮大的 就会限制你的应用场景 你看微软的这个产品 和 有一家国内的公司 都支持automail 但他们说 这是automail的话 其实就是预定义了 几个图像的模型 然后你的数据来了 在你的数据上 重新做一下fantum 就是重新 做一下细节的调整 然后就好了 这也是一种办法 但是局限性 我想大家也能大概看出来 另外呢 就是autokeras 开源的工具 autokeras和 谷歌的automail呢 都是使用我刚才描述的那种方式 进行模型的设计 他们唯一的缺陷呢 就是说 不只支持单一的图像分类问题 谷歌的automail 最近增加了一些场景 但是他们并没有支持更多的场景 核心原因是 他们采用的这些算法技术 都必须根据具体场景 具体数据的形式进行定制 但并不是一个通用的算法 这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OneClick AI是现在唯一的 通用的 深度学习算法 自动定制平台 我们完全根据你的数据 自动的设计 深度学习算法 完全定制化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结构 所以我们的信用范围是最广 好 我下面总结一下 就是说 现有的已经公开的这些算法 而言 他们最大的 最重 面临的一些核心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 这些算法 普遍都需要 鲜艳知识 就是说 这是为什么他们大部分都在做图像分类这个问题 就说 因为这个问题大家比较熟悉 大家知道哪些技术可行 哪些技术不可行 那么 我就 可以定义说 我的神经网络只能做这些 我认为可行的事 那些不可行的事 我压根就不考虑 这样的话 就是你的搜索空间 就是不同神经网络结构这个搜索空间 变得比较小 这就是他们的鲜艳知识 当他用于解决别的问题的时候 他要重新学习 就是需要人去重新了解那个领域 然后重新设计 再重新学到这些鲜艳知识 然后才能把鲜艳知识写到你的算法里 才能自动去构造神经网络 而这个工作量要比你直接去设计神经网络 工作量要大得多 要复杂得多 这就是现在 其他的automile平台很难推广到不同的数据 不同的问题上的核心原因 这当然我后的第二点也就很自然了 对于不同的 当你的数据需要不同的神经网络错误结构的时候 你需要你的算法整个要重新定制 然后即便如此 还有一个面临大的问题就是说 即便他只做图像 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 他们的计算量都是非常大的 一般要训练几千个上万个模型 即便在模型训练这块使用GPU使用最好的设备 你也需要数万个GPU小时 大家知道如果在亚马逊上或者在其他的云平台上 你跑上万个GPU小时的话 基本上这一万美元的钱扔进去 这是最少的 你才能训练出一个模型 然后之后你看根据效果好 会再调整你的数据 这个工作量和成本都是 这个等待时间和成本都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能启动的问题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当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这个控制器其实是没有输入的 当它产生神经网络结构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输入的 根本不看你的数据 那么也就是说 我一开始设计神经网络完全是瞎猜 是哪个好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我没看过你数据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样的会表现的好什么样的会表现的不好呢 所以你完全瞎猜然后你的反馈又很简单 这样的话 我只有哪次猜到了说 用这个方式做 那个 反馈 我能看到就是说metric会 有改进 我才能学到一点点信息 然后所以你需要 经过长时间的猜测 逐渐的观察到说 某些方式会使得变好 因为还是对 所以你的核心问题还是对数据不了解 你只能瞎猜 这就是它的能启动问题 他在一开始 要尝试大量的模型 这些模型都很差 然后逐渐的 总结出来哪些什么样的方法会在这个数据上会表现的更好一些 这就是使它变得很慢的一个核心原因 我们在oneclick ai呢 在这两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回到我们开始说的这个机体学习框架 这个图 从我们眼里呢 就是下面我其实是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oneclick ai的这个基本的 基本的原理 我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于传统机器学习 我们 仍然是把它看作 看作一个 叫做 非循环有像图 英语是 DAG 看了非循环有像图 所以我把这个传统机器学习框架 我也可以 跟我的深度学习的框架结合在一起 结合成在一起的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传统机器学习会变成这个形式 刚才数据清洗 就变 如果你把它展开 你会变成一系列的数据清 就是你数据中每一列 可能要经过一系列 的数据清洗 然后特征提取呢 你可能每个列单独进行特征提取 然后可能把一系列合并在一起 做特征提取 然后可能有多个特征提取的步骤 然后 之后你可能会有降V 特征选择 这些过程都可能发生 使你最后的 特征数量变少 然后最后 你选择一个机器学习的模型 然后指定上面参数进行训练 所以如果你 除了我最后机器学习模型 我画的比较大 是个大方块以外 整个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有像图 数据从左端进入 最后在右端 产生输出 所以呢 如果要把它自动化 对我来说 我可以把它看作这个有一个有像图的设计问题 我要设计的就是说 这个有像图的结构是什么 以及每个节点上 具体是什么样的操作 这是我要设计的 包括这个机器学习模型 也是个节点 然后选择哪个模型 它的参数就都是 这个节点上操作的一部分 而对于深度学习呢 我是可以完全做同样的处理的 这是深度学习刚才我说的那个深度学习的框架 我们经过同样的变换 他也是 数据 进来经过清洗特征提取 特征降位 然后进 然后把这些数据输入到你的神经网络里 只不过刚才 对应神经网络部分是一个单一的模型 而这儿神经网络本身内部也是有结构的 也需要进行设计 所以如果把他们连在一起 静态的来看呢 这是一个大的有项图 仅此而已 当然一般来说 对后的神经网络情况下 前的特征提取 这部分会比较简单了 但是它的一个基本表达形式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是传统算法 传统这些算法 深度学习 你都只是一个有项图 我们的作用就是给你设计这个有项图 我们设计有项图的这个算法叫做 Alias 这个平台 最核心的 跟刚才我提到那些算法的区别 在于 我们改建了两件事情 就是我的控制器是可以看数据的 我的控制器 在产生第1个模型之前就会先 考察你的验证数据 因为你的数据已经被分割成训练数据验证数据测试数据了吗 我会考察你的验证数据 根据验证数据我看到的 一些信息 我 会产生不同的神经网络设计结构 神经网络结构 也就是说我产生第1个神经网络 就已经是考虑了你的数据特点的了 这样的话 我能启动方面我们就会 我们就可以大体上避免掉 之后的步骤非常相似 我模型会在训练数据上进行训练 然后在在验证数据上进行评估 但是这里关键是我控制器看到的数据是验证数据 我模型的评估测试也是在验证数据上做的 因为我能看到验证数据我能看到一条条单个的样本 那么我的反馈信息也不再是平 就是整个验证机上的平均 的指标了 而是每个单个样本的指标 对于我控制器而言 这就允许我 看到说 当我做一个改动 做一个设计的时候 我的某一个设计 会导致某些样本变好 它的指标变好 某些样本指标变差 而另一个设计可能对另一部分样本会变好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快速的 学到这些规律总结 找出一个最佳的组合 使得这个神经网络设计改进 变得更快 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说白了 我前段引入这个验证数据上控制器能看到数据 这样一个改动 就彻底改变了 刚才我说的 其他算法所遇到的这个瓶颈 我们管这个算法 中文我们叫做增强元学习 当然也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名词了 这个取名还有待商榷 核心的就是说 它的主要优势就是说 不管是传统机器学习还是深度学习 我们是用统一的算法解决的 然后因为我们用统一的方式解决 就是我们的特征工程和模型的优化和选择 甚至神经网络设计 都是有同一个算法做的 所以他可以同步考虑所有的这些问题 他会考虑特征和后的模型的匹配问题 另外就是因为我们能启动问题 就觉得说训练速度快 一般在20到30个模型内 我们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然后还有一个附带效果 就是说因为我是根据数据来设计模型 那就意味着我的这个控制器 实际上在积累了行业数据 因为我知道什么样的数据 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模型 经过不断的训练看了不同数据之后 我这个控制器就掌握了行业知识了 其实就好像一个做数据科学的人 尝试见过很多不同的数据 当他在看到一个新的数据的时候 他大概就知道应该怎么设计 是同样的一个过程 他就积累了自己的经验 这个我对我们这个算法的介绍 今天就到此为止 后头的细节我会之后再讲 简单说两句 我们平台 这是我们平台界面 使用的时候 使用这个平台的时候完全零编程 所以非常简单 然后模型会 模型训练好之后呢 你是同一界面 我会预先给你做好计算 各种指标都会算好的 然后 后头有API的按钮 点这个API一键是部署 后台自动维护 你完全不用操心 我们公司是17年成立的 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西雅图注册 然后开发了第1个深度学习自动建盟的算法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其他公司开发出这样的通用的算法 然后17年4月的时候我们完成第一轮种子的融资 然后 去年11月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平台正式上线 今年7月的时候我们发布了7月版 然后 这个月 我们 正式向所有人开发 就是 不需要经过 根本不需要跟我们的销售人员有任何沟通 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网站上注册 使用 我们也提供一定的免费活动 你都可以进行尝试的 所以欢迎大家 到我们网站进行注册 这个是我们的 页面 就是 左侧呢 是 如果你想 注册尝试我们的平台 现在我们这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优惠码 这样的话你通过这个优惠码进行注册 你可以得到双倍的 计算时间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免费账户 你是有一定的计算 计算时间的配额的 你可以通过微信扫码或者 直接敲下面这个automail 4k 这个优惠码 另外我们欢迎大家 扫码加入我们的公众号 这样会可以 一个是可以跟踪我们后续的讲座 另外一个是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动态 谢谢大家时间 我的讲座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好 谢谢老师 同学们 我们还有四分钟到时间 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Q&A的框里面来敲一下 对了我把那什么 我把这个换灯的链接 是放在了 是放在了这个聊天窗口里了 就说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待会下载 这里能否分享换灯链接 我上面已经分享了 另外是黑色的方块 黑色方块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创业公司 我们 我们的判断是我们比 大部分这些技术 要明显的优势 我们在跟其中一部分技术 由第三方公司 做过 对比 比如我们跟一部分技术 我们在跟 IBM进行讨论 就是说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他们把我们跟 一部分平台 进行对比 是由他们 IBM内部的一些 他们有一个开国master的一个团队 就是那种打比赛的冠军团队 做了这种对比测试 结论从技术角度讲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 但是呢 同样就说 刚才那黑色方块国内的一些创业公司 我们 之前曾经列过他们的名字 但是 还觉得还是 同样都是创业公司嘛 这样做 不是特别合适 而且每个公司都 产品都是 会有一些差异 可能有不同的特点 所以我们也不想 简单的从技术角度讲 把他们全部 黑掉那样也不太好 这个链接是我一开始发的 可能是不是大家看不见 那我重发一下这里 我重新把链接发了 大家可以看 可以去下载 因为 因为可能Zoom的会议 当时已结束的话 这个链接你可能看不见了 另外你可以在这 在这扫码 大家有什么问题 技术的或者非技术的都可以各往谈 这里有 在QA里头有人的问题 公司的大陆有落地的案例吗 在大陆有招聘吗 我们在大陆 有案例 我们在来自国内的可能是有 现在有八到九十家 大企业 就是 在千一两级左右的企业 在我们平台上使用 因为我们最近开放了 现在其实还 已经开始有一部分 小企业和个人用户 在平台上使用 我们的案例 涉及的面其实挺广的 因为我是通用的平台 我看到 但是我们现在我感觉啊 使用最多的是跟时序有关的数据 原因是因为传 传统的时序 算法其实都比较简单了 而我们 使用的方法就是 是基于深度学习的 所以可以 从数据中 拿到很多 就是传统算法 拿不到的信息 这样的话准确度会有 比较大的提高 而且可能因为 失序的有些用 比如像销售预测 做起来比较简单 所以很多企业现在在用 另一个问题 在QA里的另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下一个webinar 下一个webinar 我们应该在一到两周的时间就会有 一到两周那时间 我们会通过现在这个渠道 就是通过 数据应用实验室对吧 通过这个渠道来做 我们也会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进行 就是说 推广 公众号 你待会可以扫码 或者直接 如果你把我的换灯从那个链接里下载了之后呢 那里也有 也有那个公众号的信息 你也可以进行扫码 加入我们公众号 关注我们公众号 是可以自动建模吗 可以的 我们平台做这件事情 刚才 这说 is there a seasonality demand to scientist position in Canada in the U.S. so which month seasonality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刚才那个数据呢 我并没有去太仔细的看 因为我 我拿那个数据想呈现的只是说 这个上涨的趋势 我相信 seasonality 可能会有吧 但是 可能更多的不是 真正的季节性的 而是说 可能 随着 因为大家现在预期经济可能会 出现一定的下滑 特别跟 也跟中美贸易战有关 那么在 大家 企业利润受限的时候 它会更 一般会更多的 考虑 从技术层面上做优化来降低成本 而比如像销售预测 来帮助优化供应链和那个销售流程 这些都是直接降低成本降低库存的 一个 一些技术 所以很多企业可能会被 被经济形势逼着 往这方面走 所以会对数据科学家可能会需求反倒会上升 是有这可能性的 虽然 虽然这个 从事这个行业能工资比较高 但是对企业而言 其实结成成本 你说的控制器里是迭代和greed search吗 如果某次的结果比上次的差怎么办 控制器里是这样的 它 肯定是迭代性的 但是肯定不是greed search 因为什么呢 深度学习 而言 我的神经网络结构的设计 再加上每个结构 每个节点上 就是那个结构里的每个节点上 使用什么样的操作 那个操作的参数是什么 也就是你说的超参数 比如是 比如简单的 如果全连接的神经网络 那么我要指定宽度和 和什么样的activation 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另外一些 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网络结构的操作 还有一些其他参数 这些参数数量加在一起 非常之大 所以用greed search 是无法表达的 而且因为神经网络设计结构的设计 他参数数目是不固定的 因为greed search 或者刚才提到的 包括BS优化什么的 都是很难做 很难表达这件事情的 而且因为参数数量大 greed search random 或者random 随机的搜索 或者BS优化 的效果都会很差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普遍转向了 本身就转向 就这控制器普遍是基于深 深度随息技术本身做的 那其他算法很难表达这些问题 Predeco 有人问我 有没有听说过Predeco这个公司 做时序数据的 这个我 还真不知道 我们 我们自己团队里有专门有几个人 专门负责时序方面的 这个我可以 我可以记起来跟他们沟通一下 我对他们不太了解 所以我也就 不再不评论了 好 我看这边还有什么问题 这边的问题 都在那边已经回答了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如果大家有时间 欢迎关注我们公众号 欢迎到我们平台上直接注册来尝试 比如一些复杂的场景 风控有落电力吗 有的 我们有国内的 银行案例正在使用我们 另外在风控这个领域我们其实 还在做一些 进一步的改进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希望 就是说 因为风控这些东西是需要 怎么说呢 使用的是什么数据 是 时序数据 这种时序数据是以交易记录 的形式出现的 并不是传统的时序数据 我们在做一些工作 会使得 未来 你可以直接使用 原始的交易数据 来做这个 来做这个风控的模型训练 这样的话 你就你的特征工程这些步骤 就可以完全避免了 当然这是 这还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做到 但是 借助于我们对时序数据 自动的特征工程和 特殊的实力网络结构 我 这块的效果会 比传统的手工进行特征工程 然后 再用机器学习的方法 会有明显的改进 但是即便 即便 基于手工特征工程的 现在大家普遍的做法 后头的机器学习部分 使用我们的平台 也是有改进的 好 这个问题回答完了 谢谢这个评价 然后今天视频 录像 这个可能需要 世界英文学院这边 来提供 我 我这 因为我并不是这个会议的host 所以我本身没法录像 对我们这边是会有录像 然后到时候会传到YouTube上把那个YouTube链接发给大家 好的 Demo Demo 我可以展示一下界面 但是 可能没那么多时间Demo吧 今天 我们之后 我们之后也会有一些 就是我们这个系列之后会有一些 不是特别技术的 就是说不是设计技术系列 而是说Automail怎么应用的 那样的讲座 那种时候我们会 折衷于两点 一个是 就是说怎么把你这个特别复杂的业务问题 转换成一个机器学习的问题 然后可以让Automail的平台帮你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点就是 也会 其中 展示的时候会涉及到我们平台具体使用的操作 但是如果你到我们平台的网站上 我们平台网站其实是有视频的 是 或者你加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 我们的公众号里都有视频的Demo 我们的Demo其实很短 因为 从使用角度讲真的是非常简单 当你把所有东西都自动化 一切都是自动推断的时候 界面是非常简单的 我这就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真实的产品是什么样 这是 这是我们的网页 在登录之前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登录 这个网页其实很简单 左侧是一些项目 你可以同时管理不同的项目 然后中间是一个绘画窗口 是一个特定项目的 就是说你可以交互式的 对数据进行分析 对模型结果进行评估 也可以使交互式的使用模型 来处理你手工上传的数据 这样的话 当你做模型评估或者一些 做一些简单的 模型使用的时候 你不再需要编程 然后右侧呢 你现在看到的是 我之前已经训练好的一个模型 这是一个简单的 简单我们就用的demo的一个问题 就是 花的分类问题 这是我们训练好的一些模型 模型按照用户指定 指定的不同的指定的指标进行排序 然后还显示了模型 这个模型是可以启动API的 那么他每个API所对应的 想用时间 想用延迟 我会告诉你 这样的话 如果你要跟软件系统进行结合 那么你可以判断说我的精度和延迟 之间要做一个平衡 然后如果要启动 这个因为是个 就是 演示的项目 所以这个API 我是不能启动的 但如果正常情况下 我点这个按钮 这就有一个东西说我可以启动API 一点 API就会启动 这样的话 是一个JSON形式的API 你就可以 在你的软件中直接使用了 对于 不习惯做软件开发的人 可以通过我们的界面进行数据处理 那我们的输入输出文件都是CSV格式 所以用起来很简单 那个我们的一个同事帮我把那个 Demo的展示的链接发在这里了 谢谢 谢谢David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那个待会关了之后可能那个链下载链接我估计你们就看不见了 我不知道 就说 数据 数据 数据应用检验室这边是不是我可以把那个 幻灯也发给你们 到时候 不知道是你们的网站上或者是 或者是通过邮件的方式 发给大家 我事后会 进行接下来 好 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Post Link Demo 这个已经 不用做了 好 那我这边试试看没有新的问题了 好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可以到此 接受了 好 谢谢邓老师 非常感谢大家 好 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周末愉快 再见 是吗 我觉得 没有洗石 船帽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